那今天呢要給大家來介紹一個 我們國家蠻大的一個計畫叫做民生公共物聯網 我們特別請到民生公共物聯網的 計畫的顧問團 整個顧問 他是大同大學的陳永豫陳教授 永豫你好 彭總你好 主持人你好 永豫兄是台大應利所的博士對不對 你是在大同大學是什麼系 機械系 機械系 所以他在過去這幾年負責這個民生公共物聯網的 這個推動 過去是副召集人 推動小組的副召集人 那現在是他的總顧問 那這個還繼續往下推 所以今天特別請他然後來跟大家分享 那事實上今天我有 有直播 也希望讓各個網友能夠都知道說這個民生公共物聯網現在推動的一個狀況 那今天就要請他來說 因為民生公共物聯網什麼時候開始推動了 已經幾年了 從2017年的年底 年中之後才開始 所以已經大概執行了將近4年 4年 民生公共物聯網 他叫做 Sivio IOT Taiwan 各位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因為他非常多的這個資料 那永豫兄呢今天準備了很多資料 但是我用跟他 一面 訪談的方式來答 那前一個小時呢 有我 跟他來對談 那接下來下一個小時呢 歡迎大家用slide 來問我們各種問題 留言 或是slide 留下來 然後我們會請偉敬 然後來訪問 陳教授 那這個叫做Sivio IOT Taiwan 就是 更安全的 更便利的 還有 Open Data 這是當時是三個主軸嗎 因為 我們這樣看這個圖 看起來很漂亮 這是日月潭嗎 這應該是石門水庫 石門水庫 線傳輸的方式把訊號收集起來 所以那個線代表就是那個傳輸 OK 就是在各地的 感測的資料利用這個傳輸 利用這個線 然後把它 傳輸到平台裡面去 OK 我們看到這張圖裡面有幾個要素 Air 空氣品質 第二個是 水資源 然後第三個是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 第四個是天然災害 就是 還沒有地震在這裡面 其實就在天然災害 天然災害 其實他包含的就水空地災 水空 空就空氣 地震 災害 把它整個放進來 然後用這個萬物 物聯網的概念 能夠把它淋在一起 這是當時推動的這個 意象 我好奇的是當時為什麼有這個想法 是誰想出來要做這個物聯網 當初其實是 柯惠辦的 葉哲良副執 那 當時的政委就是吳正宗政委 那 吳正宗政委帶領這個 柯惠辦呢 然後去統籌這件事情 那當然 因為這裡面跨了非常多的部會 所以開了非常 據傳也開了多的 非常多的會議然後才有辦法 整個去籌劃 籌辦出來這個大計劃 OK 我們一頁一頁今天就讓他了解說 這個計劃推動之後 對於我們現在 其實很多人很方便得到很多的資料 那現在呢 其實 這個 這個資料呢 最重要要鼓勵大家來用 有感覺 有感覺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是當時的計劃的 這個層次 永遠要不要解釋一下 你剛才說的這個叫做 行政院科技揮報辦公室 這個很高 位階很高 這是屬於行政院 然後 他是跟科技部有 什麼樣的關係 這上 等於是上中下有 主要參與的政府機關有哪些 對 因為在這個民生公共無聯網計劃 其實跟民生相關的領域非常多啦 不過我們在這個計劃裡面其實大概就是跟 水空地災 就水資源空氣品質地震跟 災害呢是相關的 我們就把這四類的 羅列進來 那因為 跟這四個領域相關的部會非常多 包含六大部會 六大部會 對 所以呢在行政院裡面其實就 唯請行政院科技揮報辦公室來同籌 跨部會的協調 那但是呢在整個計劃裡面還是必須要有一個 組織的部會 那就唯請科技部來做 組織的部會 OK 科技部組織 然後你說的跨很多部會 像這個水 就主要是就經濟部的水利署 但是他又包含了水利署 農委會 農委會有一個叫農田水利署 農田水利署 就是以前的農會嘛 農田水利會 然後內政部營建署 這個就是水的部分 然後地呢就是氣象局的這個地震中心 對 其實我們地震有兩個單位喔 一個是 氣象局的地震中心 一個是 科技部的國震中心 國家地震 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 這是地 那空呢就是環保署 環保署就是監製處 對 監製處 所以這個是環保署的監製處 對 工業局也在裡面 對 經濟部技術處 這個想要是負責做研發的 對 硬體的研發 硬體的研發 對 然後科技部的自然師 自然師 我們這邊有回音 可以把那個關掉 我們就 我們想訪談就好了 好 然後另外一個科技部的工程師 還有科技部的國網中心 中研院的資訊處 哇這裡面 光是空氣有一個 有七個單位來做這個事情 對 是的 那我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當初其實空氣 最主要 空氣品質 最主要主折單位 當然是環保署的 監製處 他們在佈建這些物聯網的 設備然後去得到這些資料之後去做執法的應用 但是呢 那時候政委他 覺得說 我們在做這些部件的時候是不是也能夠一起把 國內的產業給拉拔起來 所以呢 從一開始的前緣的 技術開發到 寄轉給廠商 到最後能夠部件呢 也把他一脈都建下來 所以在 空品的部分呢 其實是做得 非常的完整 從技術的研發 那 寄轉給廠商 到最後部件 然後到最後資料應用 給環保署去做 資料應用 那整個就是 涵蓋的部位就會非常的多 OK 所以 有一個經濟部技術處就是說 例如說研發了一個空氣的盒子 PML的那個 空氣盒子 那那個其實 也賣到全世界 其實韓國 我知道韓國用了很多台灣做的Sensor 但是因為很多的Sensor裡面是 那個晶片 因為全世界現在世界國產都在中國 中國大陸 那其實 就必須要國產化 因為 那時候有沒有想到說那個晶片會不會 這資料又回傳回去大陸去 有沒有這個疑慮當時 當時其實就是 有這樣子的疑慮 所以呢才 需要說去做國產化這個動作 然後避免說 整個 技術或者是資料有 洩漏的疑慮 所以才要進行國產化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之一 OK好 然後另外一個呢就是這個災 災 災就是災害嘛 主要是內政部的 這個消防署 那這裡面有兩個單位 也是內政部消防署 另外一個就是NCDR 對 科技部的災訪科技中心 對 科技研究中心 那這個是主要的水空 在這個 四個 應用的範疇的方面 對 其他的這個資料平台 資安跟 SI 這是什麼樣的 內容 好 那其實呢因為在 這個計畫裡面雖然就是 建置這些物聯網的設備 然後抓了資料 那這些資料其實在 計畫裡面最主要是提供給工部門 去做環境的治理 那但是呢我們也希望說把這個資料 開放出來 然後呢利用統一的格式開放給 民間 去做使用 最後能夠發展出我們的 台灣的資料服務性產業 那所以呢我們就設立了一個資料平台 那透過一個統一的 國際標準的格式呢把它提供給 完全免費的提供出去給民間 去做使用 那所以呢這部分是由國網中心來負責 那當然 過去呢政府一般來講都會 去進行一些資安的 的管理 那不過因為物聯網是屬於近年才興起的 那在 政府單位呢其實去做 物聯網的 資安其實是比較沒有經驗的 那剛好我們就利用這個前瞻計畫呢 也順便把 政府怎麼去做物聯網設備的資安 的 制度 還有查驗呢去把它建立出來 透過這個計畫所以我們也跟 行政院的資安處呢去做合作 然後呢去建立這相關的 規章 然後查驗的 的制度 那最後呢就是資料應用跟SI 輸出的部分呢我們是希望說我們既然把資料開放出去了 那也 盡量能夠在 透過工業局的力量呢把它補助給 把透過計畫補助廠商 然後真的去用這些計畫 但是呢我們這個計畫非常的 跟過去的計畫比較不一樣就是我們要求他一定要進行國際輸出 所以他到最後的結案的KPI呢 其實是綁 國際輸出的訂單 這樣子 這個其實 我是覺得是說因為 我們今天是對很多 學生或是多大眾 其實 以氣象來說的話科研的比例還蠻高的 但是其實 我們很幸運有氣象產業可以推動 但是很多的領域其實是沒有產業的 所以科技部大多數的計畫就是給學校老師 但是 比較不會去跟產業有關聯性 對不對 那這個計畫是很特別的 就是要有產業 對 就是跟以前的這個 以前的計畫就是說 產業做產業的 學術做學術的 這沒有關聯性 這次是有關聯起來 對 在這 其實在第一期也就過去三年多的 計畫裡面大部分 著重的重點會在 物聯網設備的部件跟資料的應用 那當然少部分會去做 技術的開發跟 資料的應用 這些計畫的補助 到了第二期之後呢特別 著重在 產業開展這四個字 所以呢我們從硬體 的國際輸出 跟資料服務產業的國際輸出 然後到最後我們也去 透過競賽然後想要去培育扶植一些 新創公司 那這三個面向呢我們 就是去進行 第二期計畫的產業開展的工作 好這個 待會有講到一個是 比賽 那個獎金三百萬 第一名三百萬 不過今年可能有一些 變化 小一點點 少一點點 不是少 而是說我們會 因為我們今年會 鼓勵他真的是去 成立一些新創公司 所以我們會逐步的 去 透過 步驟然後逐步去引導他 去 成立新創 每個步驟都會給予一些 輔導金這樣子 改變以前是 就是三百萬三百萬真的是還蠻爽的 這個一下就三百萬 我其實以前創業的時候我拿到一百四十萬 不過我比較難他變成你公司的股份 好好好 這有點類似 未來有點類似 政府要來投資 對 這個就是 這個是 之前是 2017到過去四年的架構 對 那現在是 2021到2025 這個新的計劃架構 有什麼不一樣 看起來 看起來差不多 對 其實整個大架構還是差不多 不過我們今年 在 第二期的計劃 其實我們就希望 在水利署的部分 就由 回去由他們統籌去做 做 辦理 那所以 水利署他其實也從前瞻計劃有一個水環境的計劃 那我們希望說 他可以把原本的 這個分支回到他們水利署裡面去做統籌的規劃 所以呢 第二期比較大改變就是我們把水 給切出去 切回原本水利署去 切回去 對 那大部分大概是這個樣 大概 比較大的架構改變大概就是水的部分切回去 不過我們還是持續保持合作 譬如說 資料 一樣回到我們的 資料服務平台開放給大家使用 那我們持續的去針對他的資安 去做 查驗跟建立制度這樣子 OK 這最大不一樣 這次其實有一個負責的單位 科技部的科政中心 對 這個單位我們比較不熟悉 就是科學政策的中心 現在這整個計劃統籌 是變成科政中心在統籌嗎 對 就是以前的推動小組 其實是由 旅中心旅教授 清大電機系的旅中心旅教授來 來幫忙負責 那今年 這一期開始呢 就 回到科技部的科政中心 由他們的 中心的成員來負責 推動小組的工作 OK所以架構大概沒什麼大的變化 但是 就是 因應的這個時代去做調整 就是科技部的科政中心在主責 所以就 跟以前比較不一樣 這裡面呢有參與的就是公民團體 還有產業聯盟 對 像我自己就是產業聯盟的會長 協助推動 謝謝 等於是在做義工 然後這個outreach的推廣 讓各位都可以 可以知道 那上面有個顧問團 所以這個就是顧問 所以像陳永豫陳教授呢 他本身是大同大學的這個教授 但是他本身就是擔任這個顧問團的 總顧問 總顧問就等於是負責整個協調這個工作 所以請大家多留意了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 這個到底計劃是做什麼 你要不要整個跟大家再講一次 就是說 他的部件跟應用包含這四個項目 那他到底要怎麼去運作這些內容 OK 那其實整個民生公 對不起 那整個民生公務的計劃 其實還是回到 政府部門的決策應用 所以 在部件的部分還是由 政府部門來做部件 然後呢資料量到之後呢 一樣去做一些應用 OK這個應用就是說 部件完了之後就是水空地災 這些這些內容 不一樣的方式 然後就是 上位是科技部 然後下面就是資料的 匯流整合 然後成果展業推廣 這是整個大的概念 對 基本上 統籌的單位還是科會辦 就剛剛因為他要跨部會協調 所以 科會辦呢 有這樣的角色呢 去做跨部會的協調 那 整個計劃呢 整個計劃呢 還是會有一個主責 主責的部會 現在一樣是六個部會 那所以一樣有一個主責部會 也是委由科技部來擔任主責的部會 那 PO辦公室呢 推動小組其實是由科證中心來 辦理 那科證中心當然就是 協助科會辦跟科技部呢 去做進度的 追蹤啊亮點成果的 推廣啊跟鏈結的相關資源 那在這邊呢當然會 為請一些專家 包含我包含彭總呢 給予一些顧問的協助 那 接下來呢比較 左半部跟下半部呢大概就是 回到剛剛所講的就是說 一開始在這個起點還是 回到政府部門要去做 環境的治理 所以呢在空品地震 防災跟水資源的部分呢 他們就去佈建 這些物聯網的設備 那當然大部分的設備在 第一期三年多的 時間呢都已經把它佈建完了 那當然 東西還是會需要維護嘛 臺灣跟維護 所以呢在第二期呢仍然持續在做 臺灣跟維護 那但是呢 會有做精進的 精進的一些動作 優化精進的動作 那等一下細節再跟利用後面的 投影片來跟各位介紹 那資料量到之後 還是回到國網中心的 服務平台 開放給大家去做使用 那最後呢還是 請 工業局呢去做 產業開展的部分 包含了 資料服務性產業 我們就補助很多 廠商那當然 強調重點還是在國際輸出 因為我們要打國際杯 好 這邊有一個就是國網中心 這裡面有很多的資料 都放在國網中心 而且呢如果 你要合作 你還可以用到國網中心的資源 對 像AI的運算 或大數 等於是量的預算 可以跟國網中心合作 所以這是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他等於是把科技 我是覺得這有點像是 科技部的一個應用的一個大計劃 所以好我們還看說過去的成果 在技術開發 部件 黑人執法決策 有什麼樣的成果 第一個就是 這個是屬於這個 感測器 這是 空品的感測器 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 因為 還是回到 源頭剛剛所講的就是 在 環保署他所想的其實是 執法應用 所以他想要 想要處理的其實是 透過這物聯網的 資料然後能夠去 抓一些 頭牌廢棄的廠商 所以呢 在全台灣呢 他 過去三年多總共 佈建的一萬零兩百個空瓶 微型感測器 那在全台灣各地 但是呢 他佈建的點大概都距離工業區比較近 那 原因就是他想要 抓頭牌廢棄 對 抓頭牌廢棄 所以 各位 各位同學或觀眾呢 其實可以看一下 我們大概 他總共覆蓋了全台灣105個工業區 科學園區 105個工業區 科學園區 這麼密集 那所以他可以感知到 6萬家廠商附近的空氣品質 6萬家 那最主要建立這樣子的 空瓶感測器呢 他可以每三分鐘的去更新他的資料 那才有辦法去做執法 去 量到說周圍的空氣品質是不是有什麼樣的變化 然後根據這個變化呢來 知道說有沒有什麼周期性 固定某些廠商呢他就在 半夜2點 就會 放出廢棄 那 如果有這樣的規則或者是有一些 變化的時候他就可以去 進行呢去做執法的 判斷 好 那接下來當然有建制的這些感測器之外 抓到資料他就必須抓到平台上面去 然後去 利用AI的模式 然後一些判斷 去看看 警示說哪邊是真的是污染的熱區 那在上一期的時候 除了在空瓶 抓這種 違法 要嘛就偷排廢棄 要嘛就偷排廢水 所以呢他們也去發展了水質感測器 那在全世界來講 空氣品質感測器呢 其實發展的比較快 那水質感測器發展的比較慢 那原因是因為 放在水裡面容易產生一些藻類 跟浮游生物 那所以呢他 其實 可能一個禮拜就已經失效了 那一個禮拜失效 每一個禮拜都要去維護 其實是相當耗費人力的 所以呢 其實呢也在進行相關水質感測器的 開發 希望能夠有長效型的 OK好 這個就是剛剛講到 就是我覺得他的效益就是說 追腳 觸發啦 對 這真的很多的案例說 偷偷排嘛 半夜偷偷排 其實因為我以前在 中央大學當學生的時候印象很深刻 常常在那個晚上 夜黑風靠 或是常常霸物瀰漫的時候 那個味道都酸的 就是可能有地下工廠 這個偷偷排放飛機 因為他平常白天的時候人家就會去抓 誰誰誰拍 隨著味道去抓 那現在呢晚上偷偷排 夜夜風高 你知道說打電話找誰都沒有人嘛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那如果有這個感測器喔 因為以前喔大概 環保署在整個桃園 頂多 五個站好不好 你根本就是五個站那個分 都差個幾十公里 那如果密集一點點 你如果說 兩公里就一個點 你就可以用定位的方法 從這個 從大氣的角度 得知汽流的來源 也可以去追說 可能從哪裡來 會比較有證據 對對對沒有錯 像 過去我們大型的感測站只有77站 全台灣只有77站 即使你 某一站量到那個 空氣品質怪怪的 但是你很難利用這個感測站去追溯 到底是哪一家 廠商偷排 污染的熱區到底在哪裡 那現在如果今天能夠 全台灣佈建了100 10200個站的話 那而且都佈建在工業區的附近 那就比較容易去鎖定 到底污染熱區在哪裡 這個成果還不錯啦 公務費多了 多了這個4億 這個 我好奇的是這個 空品的這個經費 我像這個整個計劃的經費 一年要花多少錢 喔 那我們在第一期計劃總共 我們因為有鋪設那個 東部的海蘭 所以呢我們總共 4年 3年多花了50 52億左右 這麼貴喔 等於是那個最貴的是那個氣象局地震東西那個海蘭 將近 將近20億 20億 一年就要20億 沒有就鋪設那個海蘭 賀蘭就20億 3年多 OK 所以等於是每一項每一樣都有一定的經費 所以這個其實累加起來就很可觀 OK 所以這個包含的這個環境的優化 這個 空品感測器聯網的精進計劃 水質的這個計劃 或是聲音 這個還可以量聲音喔還有電磁波 對 其實是 我們的汙染其實除了空氣跟水之外還有噪音的汙染 還有可能大家也非常 就是不願意住在 基地台附近嘛 也怕有電磁波的 的干擾 所以右手邊這邊是 陳述的其實是我們在新的一期也就今年開始的計劃的內容 那新的一期計劃內容 空品感測器就會去做優化 譬如說 當初佈建的一萬零兩百個點 那當初點位選址呢 是不是恰當 在這一期呢可能要去評估 那 因為 每 每去維護一點的其實都有相對的維護費用 那如果我們今天能夠 用最少的點位就能夠做到我們原本想要做的事情的話那是最棒的 所以呢 在這一期我們其實是有一個做一個最式化 空品感測器 那也去發展 長效型的水質感測物聯網 那另外呢也是想要去抓 噪音 跟電磁波 OK 那這個噪音電磁波是另外一個 Sensor 對不對 另外一個 跟那個 空氣盒子完全不一樣 是新加進去的 新加進去的 OK 因為以前我們要有人譬如說很大的噪音都沒證據 對 因為打電話也有人那個 那個 這個很吵很吵 打電話警察來就不吵了那怎麼辦沒辦法開罰 現在有啦手機可以錄啦 但是說真的要能夠真的罰到很困難 很難 因為要 一旦要到執法一定要 讓 被罰的人心服口服嘛 所以那個 檢測工具的精準度就要有 被驗證跟要求 對 所以這個這個想法是跟我們每個人都有關的 例如說我們家裡要是 常常聞到一些怪味 可以從我的家裡角度去 找到一個來源 其實我以前就常常接到這個 投訴 我們有大的投訴 例如說朋友是我的 我們的菜 突然來了 下了一場雨 可能我上游是什麼工廠 我懷疑他工廠排了什麼東西 他跑到空氣裡面下一場雨 那片酸雨 掉到我的菜 我以前有 有當類似那個福爾摩斯一樣 寫著這個追查 不過那個都只能用科學上 概念上去找出這個原因 但是 應該要有更密的證據 可以寫著我們來做這個事 所以這是蠻好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環境治理 或是科技化環境執法的一個新的機制 就是在地化環境資訊的運用 這是蠻有意思的 所以這個還包含開創 所以這個裡面呢 我是覺得這個 現在的這個機查流程 這個是環保署他在做的嗎 對 以後其實環保署不用做 我們要是民眾 假設有人開發展出來把這個資料去做 其實 點進去你就可以說 我今天我家裡聞到的這個味道從哪裡來 而且有更好的證據 其實也可以做得到對不對 民眾自己發 自己發展出來 但是你可能也只能懷疑 但是你真的要能夠 讓廠商 心甘情願去受罰 你還是要人贓俱貨 所以呢 像這邊所顯示的 輔助環保機查的流程 一開始 我們建立的這個物聯網感測設備 其實只是輔助 第一個步驟而已 也就從 兩道的數據的變化 去看看到底熱區在哪裡 但是呢 環保署接到這個 這個訊息之後呢 他就要搭配他手上的排放的 資料 那工廠的 生產的資料 然後才研判說 有可能造成污染的到底是哪幾家廠商 然後才及時的去 去 集合這樣子 這個就是環保的 集查的流程 這個還蠻重要的 這個是 空氣跟水 第二個呢就是 還有模組化 我覺得還蠻好意思的 因為 你剛剛講到 其實這個計畫裡面有一個是 資安的部分 因為我所知道的就是很多的物聯網 他的 看起來很不錯 很輕 很便宜 例如說我要弄個空氣盒子 以前那個要量PM2.5 那個儀器 我以前用過 都百萬等級 現在越來越便宜 這個小到一兩千塊 可是一兩千塊的準確性是一個問題 然後 他資安可能沒弄那麼好 就有點像是以前我們最早用那個WiFi的時候 那個密碼 都是0000 我們可以駭入別的電腦去看別的東西 當然我們不會這樣做 但是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 這個非常危險的漏洞 在人家裡面 所以當時呢就是希望說 台灣不要 我們買的Sensor 不要每一個都是 別的國家做的 對不對 所以要自己做 所以當時也花了很多 很多的新師去 國產化的研發 是誰在做 在國產化的研發 其實一開始技術的開發 其實是 技術 經濟部的技術處 那微請工業局來 來進行開發 那 在科技部的 工程師 也有請學界來做開發 所以呢 技術的開發其實這兩個單位 就是 科技部的工程師跟 經濟部的 技術處來做開發 然後開發完之後呢 當然就是要把它做量產 所以呢他們就把技術呢 寄轉給廠商 然後去做量產 然後到最後才能夠去做補件 OK好 所以這個等於是 包含了PM2.5 光學4 對 湊氧也可以量 對 氮氧化物 CO或是氮氧化物 或是 SO2 等等 這個其實 你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每做一個 說真的很複雜 然後每一個呢 其實 以前我們接觸到這儀器 都是很大台的 那變得很小一個 然後可以掛在這個路燈上 沒那麼容易 所以說真的 這個要把它國產化 這是蠻好的一個理想 然後現在其實真的已經有 國產化自己做商化運轉賣到國外了嗎 目前賣到國外是 就是還沒有 就是那個感測器整個模組是有 但是那個晶片目前是還沒有 但是目前大概就是已經 在去年 前年的時候開發出來 那技術給廠商做出來的時候 去年已經有在 部件在國內 苗栗線 然後呢也進行試驗 發現 就是覺得 這個整個性能是OK的 跟國外比較起來 其實差不多的 所以呢 截至到2021年 就是明年 底呢大概會有到3000多點的 的部件這樣子 這個是 比較貴一點點的 這個稍微 沒有像專業型的那麼貴 像中央大學林仁輝老師 他就專門很多的 重型的儀器 很厲害的這個站 那像那個王聖祥教授 他王聖祥教授他是做 比較微型的 就有點像是這樣 他自己也去研發 找sensor 把它弄在一起 變成一種服務 也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是蠻有意思的 這個會變成是說 你做得越方便 軟硬體做得好 那就有機會會成功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空品的 分析跟預報模式 其實現在這個是委託 中研院的環變中心 中研院環變中心在製作的 過去他們是 3公里乘3公里 這個環保署就是 已經有拿來用了嘛 未來要做1公里乘1公里 這個其實 氣象模式也在做 1公里乘1公里 這個 這個現在已經開始 有在上線了 對不對 對 其實他們 在去年已經達到一個 就是 已經得到一個誤差 就是大家已經可以接受的一個誤差 那 目前呢 3公里乘3公里在運算上面 其實是可以達到 那個效率 但是呢如果要1公里乘1公里的話 可能運算時間會非常久 你可能要 做預報的話可能還不適合 所以後來呢 其實是 如果要預報就是3公里乘3公里的網格解析度 那如果要去看看說今天的污染比重到底是境外的多還是境內的 境內的比例比較多或者是什麼樣的污染源造成的那要去研判他 污染的來源的話那可能就用1公里乘1公里用比較 精細的解析度來做研判 這個現在在中央大學大氣系有鄭芳儀教授 他也在做這些事情 等於是 不一樣啦 他們那個中研院有拿到這個計畫的支持 那鄭芳儀有環保署還有 科技部的支持 那另外一個呢這個是 這個就是 校園感知器 這個跟前面又不一樣 對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因為環保署他最主要是要做執法的應用 那所以呢他都部件在工業區的周圍 那 一般我們民眾比較常 常 常 接觸的地方可能是在住家跟學校附近 那所以呢也我們在這個計畫裡面也為請中研院 的陳寗志陳教 陳老師呢他也是去 針對校園的部分的去做部件PM2.5的感測器 那總共三年多部件下來大概有3433點 OK好包含公民的 等於是 這樣加起來其實 跟那個前面那個1萬個是不一樣的 對不一樣 不一樣 這是等於是我們台灣這樣加起來也有 快要2萬個 對 加公民團體的 OK好所以這個目前呢也有跟國際上有一些合作 是 好這個呢其實包含了這個水也同步有在做啦 可是水 你剛剛特別說其實是蠻複雜的 對 所以其實我印象是說我們家裡面的譬如說漁缸 漁缸 那個每個禮拜不去清移一下 家裡的漁缸都會 一些浮游的生物 都會跑進去 所以真的沒那麼簡單 理想上是不錯啦 像我在滑龍舟 其實那個 這個基隆河喔 就是 說真的有時候蠻臭的 我們都要滑滑滑滑 這一塊是油屋 死魚區 然後 然後我有時候潑了之後那個環保局就很緊張 就問我在哪裡 台灣有問 你在哪裡 他們會去處理 他們找 其實都很認真啦 但是說真的要 一個河川 左岸跟右岸 其實那個點 每一個地方的那個 髒的 臭的都不一樣 會死魚的原因都不一樣 所以說真的 這個問題是真的很複雜 但是如果多一點監測設備 幫助我們的話 的確可以讓水質更 更好一點點 那這個就是所謂 智慧微塵 感測器的研發 然後空瓶的這個研發 未來就是會有一些 3D的這個 服務啦 這個是 未來還會在 這個是未來要精進的 對 在右手邊這邊其實屬於未來精進的 因為 過去環保署他們 部件這些水質感測器 那發現他 沒有辦法 可能用兩個禮拜就失效了 或者一個 水域比較污染比較嚴重 可能就一個禮拜就失效了 所以他 就圍請工研院 也是技術處 圍請工研院去發展 這種長效型的水質 水質感測器 這樣子 那 另外在這個微塵 智慧微塵感測器是其他的應用 因為 智慧微塵感測器就是代表說他做出來的感測器就像一顆 沙子一樣這麼大小 那你就可以部件比較多的量然後 然後附件在 我們周遭環境比較多的地方 那可以有不同的應用 OK好 然後這個接下來呢就是地震 地震這個大家就有感了 我們這個現在手機都會收到這個地震速報 其實還蠻快的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是這個計劃協助的嗎 就是說 我們現在每個人都手機上到地震速報 可是 以前就有啦 以前沒有那麼的 沒有這麼快 對沒有這麼快 因為 像以這個投影片上面所寫的 過去在還沒有這個計劃的時候他發布 警報了大概需要17秒的時間 17秒 那藉由這個計劃的經費投入 那他可以精進到10秒 對 可是這個花還蠻多錢的 你說五十幾億 加起來五十幾億 五十幾億是水空地在總共 全部加起來 一年五十幾億 沒有沒有 三年多五十幾億 三年多五十幾億 但是地震用的最多的 二十幾億 因為最主要他在 東部海域那邊 左下角圖那邊 OK 對 就是拉一條海嵐 對對對 到外海去 因為這個是地震區嘛 對 從頭層 拉到屏東的房山 OK OK 所以這個等於是過去投入 那未來其實要到7秒啊 就等於那個地方發生7秒 對 因為那個地方到台北市可能 就是要20秒的傳送時間 如果遠一點的話 那 也就是說如果他發生因為 網路走得比較快 對 就地震速發來說的話我們就可以有一些 對就有13秒的空間 13秒的空間 對 因為我處理 這個訊號需要7秒 那他 大 地震來需要20秒 所以我就有13秒的 的 應變空 的時間 所以這個其實包含了AI人工智慧如何去做得更好 這個就是 我們的這個地球科學地科界很重要要發展 對 的項目 所以 我覺得你們水空地災 當然沒有 特別沒有氣象 沒有氣象 就氣象局的地震 對 但是 因為我們在水 部分其實要跟氣象連結 因為 下雨多少還是會影響到你水 水的管控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是 過去呢是從17秒到10秒 地震的話 那未來呢就是7秒 等於是說我們這個地震速報會收到會更快 其實這個計劃裡面呢是雖然是每個人手機有收到但是 我也看到一些廠商利用這個資料 裝到電梯裡面 對 裝到電梯裡面去 或是裝到自己家裡面的一些警報器 或是保全公司 已經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應用在裡面 但是比較可惜 就是說台灣大多數人 覺得這個房災是政府的工作 你政府要給我裝好 我家的大樓 我收到手機 簡訊就好了 對不對 然後這個 免費的最好 免費的最好 但是說真的很多的廠商 一些好的大樓 其實確有在裝這些事情 例如說現在在科學館的 以前我有遇過 就是說那個 那個大樓如果突然停電了 那個就被鎖在裡面 鎖在裡面 我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這個 有一次颱風來 然後我們在那個 7樓的建築物 8樓的建築物 那都停電了嘛 結果用自動發電 但是呢 這個 我的同學就是 覺得 不信邪 照樣做來做去 突然那個 停電了對不對 然後還有用 柴油發電 連柴油發電的柴油都燒完了 整個人鎖在裡面 鎖在裡面 那就想辦法 從外面幫他辦 他這邊 救命喔 救命喔 有時候停在不對的位置 也是出來 也是印出來 是很危險 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 這個在這個 中央大選很多地方 都有發生過 所以 地震速報呢 其實就是可以讓你這個 如果好一點的話 可以把這個 這個地震的 那個我們的 電梯的車廂 鎖在某一個層 最近的那一層 打開 就不讓你進去 你就不會鎖在裡面 所以這真的還蠻重要的 但是我們大多數的大樓 新的有裝 大多數舊的都沒有裝 這個其實是 真的可以裝這個 有這個新的機會 好 然後另外一個呢 這個是地震的 這個就是說 喔 你們算出來 就是叫做複合式的地震速報 其實這個 這個地震速報服務啊 其實就是針對 其實剛剛提的就是說 我今天 抓到地震可能會來了 我們提前給你一個預警 過去都是用 細胞廣播的方式 到你的手機 其實呢我們現在連結 希望產業化就是把它做 自動化的工作 譬如說 自動 讓電梯停在 適合的樓層 或自動的把你家的大門打開 到時候地震結束的時候你可以順利的逃出去 或者呢是 自動的把你的瓦斯關掉 所以呢我們就是利用 既然有這個地震預警的 功能了 那是不是可以 做自動化連結的工作 那所以呢 在我們另外一個 委由國鎮中心去發展的 其實就是做這個產業開展的 工作 OK 所以現在校園有裝 對 不過這中小學 沒有喊大學 大學我就不太確定 他有沒有裝在大學裡面 OK 對 這個中小學裝的比較多 包括小朋友 幼兒園22個 其實幼兒園應該裝更多 因為我們小朋友比較重視地震 你問那些大學生 收到地震速報 演練的最認真 演練的最認真 那地震速報收到之後 嗶嗶嗶嗶叫然後 你看我看你 再來看 主播不準 不準的話就來罵 你看這不準 因為在這個地震速報的服務啊 我們講求的是快 讓你有一個應變時間 但是有時候 求快 就會發生不準 那所以在這個產業開展的部分 我們其實是希望說 在民眾能夠接受說你 求快但是稍微 接受一下那個不準度這樣子 OK所以這個裡面呢就是 未來呢 我是覺得 我們如果有這個資料的話可以讓 大家來做加值運用的話 推廣 應用開發 資料庫的建制很重要 例如說在家裡面 例如說煮菜的時候 煮到一半地震來了 自動把我幫我花 切掉 現在還沒大多數還沒有這個功能 現在其實 類比式的 數位式的瓦斯表 其實是有這樣的功能 但是就是每個月的月租費會 多收 多收一點 多收一點 等於是數位式的 等於是比較好一點的新的就有了 瓦斯表有 但是那瓦斯表裡面 其實就是一個 加速度的感測器 然後他 他等到這個加速度 他量到這個地震的時候 他自動把他關掉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誰應該裝呢 在台灣那個怪手 怪手在脫掉的東西的時候 他脫掉的時候 一個地方脫到一個地方 他其實他 照理講他的半徑 例如說我是怪手 我要施工這邊 從這邊掉到這邊 那我這個半徑的 周圍 這個一個圈 其實在按照環保的 規定 都要封起來 可是台灣就封一點點 這塊區域 我們還可以在下面走來走去 可是如果來一個地震的話 咚就掉下來了 所以等於是 貴公安的這個注重很重要 所以理論上他一個怪手 應該那個駕駛員那邊 就是要有一個地震速報的偵測器 他馬上 自動連動到這個機器 你要鎖住這個怪手 不然怪手在移動的當中 又晃到地震他就晃來晃去 就出事了 這個其實台灣很多個案例都有發生過 其實我們在 第二屆的 資料應用競賽的時候 其實也有 一個參賽隊伍 其實也是在發展工區的 安全 那就是連接這些訊號進來 去發展 彭總 所講的這些服務 OK好 這是地震 那接下來來看 這個就是 整個的 整個把他 數據把他接起來 等於是說這個是他的成果 對不對 對 其實就是我們收集的 我們有了這麼多的資料 那當然就是要讓 去 推播給民眾知道 所以在 科技部的NCDR 就是 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他們也發展這個 LINE 的 市井推播 現在已經有 115萬 人加入了 那推播的數量其實也非常的多 這是第一項就是 人民比較有感的 也就是 將近有100多萬的人加入了 另外 為了 跟國際連結 他把這些 把這些資訊 也希望能夠符合 國際標準 讓 世界能夠去做連通 那第三個部分 其實就是 去把他做圖台 因為 人民看到這些數據 有時候比較無感 那如果今天利用圖形化的展示 圖形界面展示 其實 人民比較容易很快的去接收到裡面的訊息 所以他 利用這些 把這些數據轉換成用圖台的方式 來做展示 這個是現在大家 如果你有裝那個NCDR的LINE 大家都可以看到出這樣的東西 那他也符合國際的標準 所以後來很多的像Google 等於是Facebook 直接接我們這個資料 所以你有時候在社群網站裡面也可以看到這些內容 那另外一個呢 災防的決策 這個就是屬於 等於是說 能夠讓這個公司部門都可以 用到更好的資料來做這些事 對不對 其實他這些圖台建立起來 也會連結到 消防署他的 EMIC 2.0 然後讓 災害 災害的指揮官 然後看到這些訊息的時候 他比較容易去做一些調度 然後 把防救災的效率給提升 OK好 然後這個是 他的這個好處 其實 EMIS 是這個消防署在做的這個事情 過去的系統很大 而且都是封閉式的 但是現在就稍微 有在不斷的在 改變當中 我曾經看過他們計劃 其實我建議他們是應該 更開放式的 但是他們其實因為他們是 中央決策的單位 所以他必須維持他 救災 一個中央政府的穩定性 所以他還是沒有跟 外界有 直接的關聯 等於我知道進不去 等於是他們可以收到我們的輿情 對 收到輿情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再 更好一點點 等於是讓大家能夠 也可以來用這個資料 例如說 我們可以很及時知道說 哪裡發生火災 哪裡發生什麼渡狂 不是到政府來告訴我 或是我認真才知道 其實我 我只要想辦法去查 很快就可以查得到 有現在其實他 他所建制的 網站的其實有兩個面向 一個是針對 他們在應變中心所要用的這些平台 那另外一個呢他也有對 公眾使用的個人平台 那 這裡面就會收入了這些防救災的資訊在上面 所以這個各位可以拿這個來做 更有加值的應用 所以這個 像氣象也是在裡面的一環 例如說有什麼大雨特報 好雨特報 他在裡面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他 像台夢的訊息在裡面都是一個必要整合的項目 所以這個是 過去這幾年不斷的一個發展 好 這個資料整合跟產業應用 其實在這裡面 這個計劃裡面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 現在是把這個所有資料都是 免費的公開對不對 對現在這個計劃裡面 建置物聯網所量到資料的完全就是免費的公開 然後呢我們是利用 國際的標準 就是 OGC的SensorSins API 這樣子國際的 資料標準 去把它建立出來讓大家有統一的格式 方便大家呢去做連結使用 好所以目前有 資料量20億筆 等於水空地在36項的所有資料 在這個裡面 所以 現在包含了各種的運用都還蠻多的 就是變成一個大的資料庫 所以各位可以到 應該是打 民生共和物聯網 資料服務平台 資料服務平台 就可以看到裡面所有的資料 所以 我們到時候說不定請大家去用一下 這個就可以看到 其實我有下載過啦 有些都是蠻 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原來以前 覺得說那個是做科研的資料才能拿得到 現在其實政府很多開放的資料 也都有這樣的資料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另外一個就是資安 這個資安我就少講一點 因為同學 比較對這個 比較 比較沒有參與 我們的資安 以前沒有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發現有問題嗎 還是說做了之後你們發現這個問題之後 做了之後發現問題還蠻大的 做了之後其實我們 我們過去兩年其實都 經過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也 舉辦了白貓駭客競賽 白貓駭客競賽 來害這個 對 然後其實也都抓到一些弱點 多嚴重 其實 沒有很嚴重 但是還是有抓到一些中階的 就是 程度是中階的 的漏洞 對 就是說他量那個資料 說不定有人害進去 可以把資料改一改 對 有這麼嚴重 也是有可能 但是 那個中階可能不到說可以改資料 但是是 到底 發生到什麼程度 可能就是 我目前是忘記了 OKOK 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說 今天PM2.5 我們外面 外面是要量到15 就去改一下 115 對 然後改一下就 謊報這個資料錯誤 對 我們其實在 資安方面 其實 因為我們沒有 基民性 因為我們全部的資料都公開 所以沒有什麼基民性的問題 但是呢就是害怕說 被篡改 然後呢 被 被這 這些物聯網設備 被大家連接起來 去攻擊別人 OK 其實我們害怕是這兩件事情 這個也蠻重要的 好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 他的這個 目前其實 做這些事情是有補助的 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就是量到這些資料之後呢 我們希望 把這些資料 去做有效的運用 利用公私協力的方式 公部門呢 也去做他的 執法應用環境治理 那私部門呢 也可以利用這些資料 去做一些 應用服務 那所以我們在工業局的支付組呢 也去 補助了這些案子 總共在過去兩期 過去兩年其實補助了14案 這麼多 14案 對那未來 我們4年8個月呢 仍然會持續的去做這項工作 OK 大概一個最大的公司可以拿到多少錢 一般平均大概是多少錢 一家公司 最大的案子可以拿到6000萬 6000萬的補助喔 對 6000萬的補助 那 這是最大的案子 那但是呢 最小 最小的案子呢 可能是幾百萬 幾百萬 OK 所以 要是有同學想要創業可以來申請嗎 可以 OK 好 然後 各位可以看喔 這個其實就是 他要幫你輸出國際啦 絕對不是在台灣做 因為在台灣做 這個可能也賺不到什麼太多錢 要做國際 到目前取得國際 已經累計大概4億元 這個 2億 2億 4億是未來 未來的目標 未來的目標 所以目前已經有輸出的 包含泰國 越南 印尼 印度 新加坡南非 馬來西亞 菲律賓 還有中國大陸 所以這個其實是目前已經有很多 很多的一個項目 在裡面 所以目前還有一個 這一個就是比賽 我有參加過 應該這三年 我都有去 擔任評審 從少少的 1 2 3 到300萬 首獎300萬 這個 其實這參加的這些裡面 像我舉例像這個青蛙科技 這青蛙科技就有這個中大的 大細細的老師 應該是中高生老師 他很像在那個團隊裡面 有在做這個事情 那這個 去年得到這個是中文革的 他這個 我覺得是蠻有創意的 蠻有創意的 他幫那個文革 其實那個文革的那個漁民 其實很辛苦 很辛苦 他創出一個想法來幫他們忙 對 他其實是連結氣候的資料跟水文的資料 然後呢 去預測 這個 文革的產量 然後呢 也看現在的市場價格 然後給漁民 養殖漁民 去 看看什麼時機點 能夠把他補撈出去賣 或者是 怎麼去做 環境 變遷的 的因應 這樣子 所以等於是 參加的 其實這個 競爭還蠻激烈的 那個 光是當評審 就要做 兩個整天 在那邊 非常辛苦 我都 我都 參與過 但是也蠻有意思的 很多年輕朋友發揮他的 創意 當然有些 這些學生可能是學生時期去參與的 可能經驗沒那麼豐富 表達方式或是程式能力沒那麼好 但是就是參加就慢慢進步 對對對 其實我們在 參賽的過程從 初選 複選到決選 其實有透過不斷的 辦理很多場的工作方 然後希望 把 學生的能力或者是參賽者的能力呢 逐步把他帶 帶 把他 能力去做養成 那也希望說 他很了解整個 競賽的精神是什麼 就是要應用到我們民生公務聯網的資料 OK 好 用到這個資料 所以各位可以來 多了解一下 因為今年的類似的比賽還有 但是方式可能會再做調整 所以 目前的應用計 這個是今年第四次 第四次的 第四階 什麼時候要開始 報名 對報名的時間 會在6月1號到7月5號 6月1號到7月5號 所以到7月5號的時候就要 交出你的初選的 書面資料 OK 是你要有成果了嗎 還是說 就是要有概念 那時候是起碼要有概念 你想要做什麼 要有概念 對 等於是 你也不能說 我要來 我要來 解救地球 我要 像投 像投那個 馬斯克的 這個 馬斯克拿1億美元出來 你可以幫地球 消掉100億噸的 碳 當量 我們現在是500億嘛 你如果 你如果可以消掉這個 100億 100億 他就給你1億美金 對 當然 這不能這麼空泛啦 因為我們在 這個書面的格式裡面 其實還是會 看看你有什麼創意 然後他實現的可行性 到底是什麼樣 對 OK好 所以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現在已經 準備月底就有一些說明會出來了 對對對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出 看這個說明會 也有直播 對 然後報名絞見 然後就會出審 審查就會 7月底就會公佈 然後接下來就是 你 等於是有一個想法 就可以提 Proposal 對不對 對 但是你可能技術能力不夠 他會 你有工作坊幫忙 教你這個做法 對不對 有幾次的工作坊 然後 然後一關一關的來做審核 對 最後的審核 就是到這個 11 12月 對不對 對 那到時候審核的時候 就你 一定要把你的東西 做出來 那那個 東西可能 不是一個硬體的東西 而是一個界面 讓我們看到 你這資料怎麼去做應用 然後到最後你預測出什麼事情 或者是可以發展出什麼樣的服務 OK好 所以各位可以 可以參加 對 是說這個 時間點 現在離現在還有一個 一個月的 將近一個多月的時間 還是可以去有些想法去矯健 所以請各位可以 努力來參與 那這個呢 是其他的 未來的活動 現在的活動嗎 現在的活動 對因為 我們過去其實 我在這裡面 對 我有在這裡面 每一張相片應該都有在裡面 對 我都有在裡面 因為 這個其實就是因為我們 一直講求 在這個計畫裡面講求的是公私協力 那但是我們又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呢 希望 成立一個產業聯盟 來蒐集業界的聲音 然後 官跟 就是 公司部門能夠有 有機會呢 去做溝通 讓我們知道說到底應該怎麼去推展這個計畫 OK 所以等於是 有成立一個聯盟 做這些事情 包含這跟這個日本 氣象協會這個 簽這個合作協議 這個我有幫那些忙 吳部長在這裡 吳部長 我現在是吳部長在這裡 吳部長 陳教授在這個地方 當時在台大簽約 然後 北科大簽約 然後 當時我們有一個座談會 座談會 然後還包含了這個 有一個發展的線框的座談會 其實是蠻有意思的 那次 這幾次就是公部門 跟私部門的交談 但是說真的 有些公部門 其實他對於這些東西 他還是 要產業化 他還是很陌生 所以就需要 跟產業一個對話 其實以前對話很困難 以前有點困難 但是現在其實有這樣的機制 相對就 好很多 希望可以辦得更多 因為我們把資料公開 總是希望產業界能夠來 那但是我們又不知道說這樣公開到底 是不是已經符合產業界的 需求 那所以我們 希望透過產業聯盟 不斷的收集產業界的聲音這樣 OK好 另外一個就是展覽 我知道你們現在有一個 萬物聯展 對 要結束了嗎 要結束了 什麼時候 5月9號結束 哇 那不是這個禮拜就結束了 對 哇這禮拜結束 各位看到沒 這個在設 科教館 在科教館 萬物聯網 這個展還蠻大的 各位如果 想要了解的話 不是這禮拜天嗎 對 這禮拜 這禮拜天 這禮拜天結束 所以各位有機會可以去 市林看一下 在萬物相連中對話 就是這個 物聯網 這是之前辦的 包含你們去 宜蘭辦 對 南洋博物館辦一個 鎮守家園的 特展 對 其實他有很多的 展覽 所以各位 還有幾天的時間 如果你要了解 從裡面找到一個 好的 東西的話 可以到這個 市林的 科教館 有一個民生公公務員 連展 5月9號 只剩下幾天的時間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參觀一下 那這個是 你們有一個影片 對 其實我們 透過 各種方式的去跟 大眾去做連結 讓大眾了解 我們整個計劃 的成果產出 除了 剛剛講的特展之外 我們也建立了官網 我們也拍了影片 所謂的故事集 那我們也透過臉書 這樣子社群的經營 希望把我們 計劃的 歷程跟成果 能夠跟大眾去做 做介紹 這樣子 OK好 這個是有一個 影片 是蠻有意思的 所以 未來的期許 哇 這個是 這個是 未來的目標 之前的目標 都有達到了 對 這個多少筆的資料 其實也超過了 但是未來的 現在就是要進入2.0 就是要有4家的新川公司 對 哪4家 還沒有 就是我們透過競賽 然後呢 去選拔出來的 那這就是我們的 候選 候選目標 然後我們真正 希望經過我們透過輔導 然後真的讓他成立一下 成立4家公司 7秒 地震速報 那這個就有價值了 因為如果說 我們收到沒有什麼 效益的話 就沒有用 可是這個 這個其實是時間的 你看說 從17秒 到10秒到7秒 其實每一個秒都是花很多錢 對 那也是一個新的市場的機會 然後7000台的這個感測器的演變 所以這是未來的 這個願景 其實是各位如果現在去參與的話 應該 還有很明顯的一個機會啦 所以 哇你們後來呢 我記得那天我有去 這等於是 去年年底的最後一天 蔡總統有去 所以他要求說要人民有感 對 計劃 對 就是計劃成果要讓人民有感 然後呢 要以國計劃的高度呢 去推動這個民生共物聯網 然後希望就是 其實就是國際輸出嘛 那另外呢 成果呢也能夠讓 產業能夠去做提升 跟創新 OK好這個是我們的計劃 那我這邊呢我這一段呢 我就先告一段落 那為代表我們中央大學大機器 送給陳永宇老師 這個感謝壯 謝謝他今天的蒞臨 謝謝 那各位呢還不要離開 那我們 現在呢就請 韋靜 來幫我們主持 這一段Q&A的一個過程 各位有任何問題可以透過slider 來可以進行分享 好我們請韋靜 來 我們就來看一下那個 不管是網友們 或者是老師那邊 有沒有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好 就看那個中大老師那邊 學生那邊有沒有一些什麼 問題要問我們陳老師的 好其實老師這邊做很多 我們這邊做了非常非常多的這個 計劃跟服務 好 有聲音嗎 老師那邊的聲音 我先提個問題 謝謝陳老師 是剛剛在 播放的階段因為有 好幾段重要的那個視訊 突然間 斷掉 那畫面又模糊掉所以我們 中間也落實掉不少的那個資訊 我想這個可能我們之後再從那個 那個 影片裡頭再回覆一下 那我這裡有幾個問題 想請教一下 第一個 你這個計劃團隊 是 是怎麼樣的組成 當然你是總組織人 這個跨平台就是跨領域的 那個資訊很多 人員也需要很多 那我不曉得你這個團隊有多大 好 那 是統問統答還是我直接一個一個回答呢 對對對 隨你 看你要怎麼 那我就一個一個回答 那其實呢在這個計劃裡面因為有分 四個領域就水空地災四個領域 那所以呢 牽扯到的部會 涉及的部會大概是有六個 包含了經濟部啦 科技部啦 內政部啦 交通部等等 環保署跟農委會 六個部會 那所以呢 其實就是由 這六個部會來共同執行這個計劃 那組織部會呢就唯請科技部來組織 那因為這個跨部會的協調呢 科技部他 他當然有本位主義所以跨部會協調還是由 行政院的科技匯報辦公室來做 跨部會的協調那所以整個組成是這樣子 那因為 科技匯報辦公室他可能沒有心力常常去挖這整個 計劃的執行進度所以 特別成立一個推動小組 那過去在上一期的計劃推動小組是成立在 清大 那由清大 電機系的呂中金呂教授來 擔任這個推動小組的召集人 那第二期 從今年開始的第 有時候講第二期有時候講第三期 那開始呢推動小組就在科政中心 結果科政中心的主任來擔任這個推動小組的召集人 那我目前的角色其實是 在這個推動小組裡面成立一個顧問團 那我這是這個顧問團的總顧問 那我是上一期的 推動小組的副召集人 對 好那另外一個 下面再說辦理一些競賽 那 競賽成功的就讓他成立一個公司 那這個公司的最主要目的是 競賽 競賽公司 就成立的公司嗎 因為你 對對你不是會辦一些競賽嗎 對 然後競賽以後不是有比較 成績比較好的 篩選他 希望他成立公司來做一些什麼樣的 OK 好 我們辦理這個競賽是希望說大家能夠關注我們這個計劃 然後來用我們這個計劃的 資料 那 來參加的 參賽隊伍裡面可能是學校的團隊 還沒有成立公司的 那也有三五好友 已經在外面工作但是三五好友來成立 來成立一個團隊來 來參加這個競賽 那另外呢還有一些 新創的公司 比較小規模的或比較大規模的公司 已經有成 成立公司的所以 不同的面向都有來參加我們的競賽 那過去呢其實我們大概就是 舉辦三屆下來大概就是 獲獎的 團隊呢他基本上我們就給一次性的獎金 那所以呢他到最後拿到這個獎金有沒有真的去創業或怎麼樣 其實 就是我們是尊重 我們是尊重 那每一屆舉辦完之後呢其實我們推動小組都會去做一些輔導的工作 那輔導工作就是跟他們訪談看看 他們如果要把這個服務推展下去他們是要不要成立公司呢 或者是他們 服務推展的過程當中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技術上的困難呢 或者是說他們的對口的客戶可能是誰他們沒有接下的窗口 那如果他們有面臨到困難的時候我們就推動小組會去 進行去做媒合 或者是 幫忙的工作 那過去呢其實有一些學校的參賽隊伍 來參賽的普遍來講都是為了 來 秀 來秀他們的創意 那進而拿到這個獎金 至於說後來 想要成立公司的念頭就不是那麼的 深入 所以呢到最後真的能夠 成立公司的其實 目前看起來其實是不多 不多 但是所以我們從今年開始呢 其實 部長也有指示希望就是說我們真的能夠輔導團隊成立公司 所以我們 我們今年的 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 透過競賽選拔出這些候選的 的隊伍之後呢我們透過我們 科政中心他們長期有在做FITI的 新創輔導 然後導入這樣的FITI的新創輔導呢希望能夠逐步的 讓他們真的成立一家新創公司 那所以呢 獎金呢會改成一個輔導金或者獎勵金的形式 在每個歷程每個步驟他達到了就給予這樣子 獎勵金輔導金這樣子 的確你要讓他們成立公司 因為 開公司總是要 考慮到 那個什麼收入 對 而且很多團隊其實他是沒有相關經驗所以我們必須要 真的是很強力的去做輔導的工作 好 另外還有 一個 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在談那個 聲音的感測器或電視或感測器 感測器的需求有那麼高嗎 我當然曉得那個雜音噪音當然大家都 有那個請求 但是你要怎麼附件 在智障的地方 聽做過那個設備嗎還是有什麼背景 目前環保署他在這兩項的服務啊譬如說以噪音來講他是 選定的是設立在那個交通要道 希望去抓的是 汽車或者是機車他有改裝然後有發出噪音 但是因為要抓噪音呢 不是只量到聲音就可以了還必要去鎖定定位說到底是 因為道路上這麼多的汽機車總要去鎖定到底是哪一輛機車 是 聲音是來自於他 所以呢他這個 設備呢 相較於我們一般的麥克風不太一樣他是陣列式的麥克風才可以去 知道說到底是哪一台 汽機車 所發出來的噪音 那目前這些相關設備都還在 研發階段 其實說其實已經有一些雛形了啦也不是說 還在很前緣的研發 而是有一些雛形目前都在部件去測試當中 我的確在道路上看過那個 測量聲音的那個 就裝在加在 我好奇的是那個電磁波方面 有那個需求嗎 電磁波 我倒是還不知道環保署 他是裝在哪裡但是我 聽到的訊息是一般的住家 那就是如果今天呢你 你是不是能夠 知道說這附近的 電磁波如果住家有這樣子懷疑那也許可以我們去量測一下看看電磁波的強度是怎麼樣這樣子那一般來講 像一般民眾可能會認為說家裡如果有基地台 那這個電磁波強度會不會對我們人體產生傷害那這個電磁波強度會不會 已經超過門檻值 那也許就可以進行這樣的服務 所以那個是有吸血距離 一族在其他 他去 謝謝他們 測量的事情 是 好我想我的問題先到這 謝謝 老師那還有其他同學有問題嗎 有嗎有同學 測量的問題 都沒有 好那這邊我問一個問題 有就是 老師你這邊我們佈進了所有的這個感測器 不管以後這個噪音或者電磁波還有現在的空屏這個感測器 他的這個data都是可以 公開給大家 來參考來看的嗎 是的 就是我們當初 在執行這個計畫的時候 科技揮發辦公室就已經給了一個非常明確的原則 就是說 這個 計畫的 經費完全來自於 民眾繳納的稅金 所以呢 我們量到的這些資料 除了給公部門做環境治理之外 一定要 免費的公開出來給民間使用 你可能是產業界使用可能是民眾使用都沒有關係 所以呢我們當初其實就是委託 國 國網中心 建制了一個資料服務平台 那因為 建制這個資料服務平台一定要把資料 有效的去匯整收集 所以呢我們其實遵照了國際的資料 的標準 叫OGC OGC SensorSense API 這樣的資料格式標準 去把它 建制出來 讓 民眾好用 好收 這樣子 所以等於是如果我要參加 敬散的民眾 其實也是從那個平台上面去 是的 撈到這些資料 對 然後再去做 其他的加值應用 其實剛剛我在那個 因為朋友是有直播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有人說 某某地方 他其實一直有感覺到有一些意味或空氣軟問題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民間的 這個不管是 像有一些像我們自己也會撈這些 微型感測器的一些資料出來 然後看看說哪個地方的那個紅色點點 或橘色點點比較多 這樣子 其實 我知道很多的環保局也會透過 這樣子的方式來追蹤 譬如意味或者是 假設今天有一個火災 那個污染會往那裡飄 所以其實應用的層面已經非常廣 在空氣品質的這部分 那以後如果還有一些噪音 或剛剛講到電子播的這個資料 可以出來的話 相信會有更好的應用 對 因為 其實建制這個 空氣 空氣品質的感測器 其實除了抓這個污染源之外 其實 後來也發現有一些 其他的 一些優點出來 譬如說 火災他第一個先顯現出來 因為一旦火災之後 就有一些空氣的異味出來 那反而在 那個 圖形上面就可以發現 有一點特別的怪異 然後 居然就擴散開來了 那後來發現 這其實就是當初 就是發生一個火災事件 就可以讓我們提前知道說 喔原來這裡有問題 然後接下來再去追蹤 哪些地方還有可能有問題 好那今天就很謝謝陳老師 請教授來這邊 跟我們介紹了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要參加報名的話 也可以 到我們的這個 網站上去做報名 對對對 到時候 在我們的官網 官網或者是 Facebook上面 都會 都會 把 相關的資訊呢 給揭露出來 那就歡迎大家有興趣可以來上網 是的 歡迎大家報名參加比賽 謝謝 那也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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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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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